首先我想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网站 它GA在做什么事 就是大概让你了解一下 GA是什么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它要分析网站 那分析网站 如果你没有网站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先创造出一个网站 好 所以我们先第一件事情来观看一下 GA到底是什么 你看一下 其实我的讲义里面应该有写 GA 这是Google的Analytics 那GA到底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已经开发好的免费线上工具 它主要功能是进行网站资料分析 请问一下 那一个网站资料 这个时候 你们需不需要我们把纸给你们去写 网站资料有什么 网站资料有什么 有什么 点击 对不对 有点击 就是别人来看我们这个网站 好 那网站里面 网站里面 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 是什么 人 对不对 使用者 请问一下 如果 这一个人 他来一次 跟重复来 五次 那是不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好 这就是行为 来一次就跳走 这个我们叫跳出绿 等等 这些我们都会稍后跟你讲 可是 如果没有人啊 没有点击啊 好 甚至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 他是透过 透过什么方式 进来我们的网站 好 例如说 也许他是透过关键字 透过搜寻引擎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意思在里面 还有他使用什么工具 例如说 他是用手机 还是用配的 好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全部都会 在一个网站资料里 那如果你没有GA 请问一下 你总有Cookie吧 Cookie资料是什么吗 就是网站里面 网记网络浏览器里面 不是有一个Cookie吗 好 那个Cookie里面 就会记录很多 例如说什么人 到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 或者是 或者是 Log 你先记一下 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 我有这些资料 我当然就是要用 视觉化分析 因为以前我们好像很多长官都只能看到表格 表格的资料 现在我们不是要看表格的资料 我们现在都是要看统计图表的这种视觉化分析 可是我觉得看到这视觉化分析还不够 还不够 怎么讲呢 我们必须还要再看到一个很重要的 例如说行为模式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来去很在意使用者 使用者到我们这个网站 然后 那我们是不是想要去看 使用者的人数有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对吧 我们要看到越来越多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因为 因为做报表 请问一下 等一下我们讲说做直条图 大家都会做 做折线图 大家都会做 可是 我们要看到 例如说我们预期希望看到使用者的流量 应该是越来越多 对吧 我们要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明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像明天那个课程 我希望最后一定要教他们统计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检定就是一种非常肯定的事实 就是至少在符合了一些假设 然后又是有一个标准的算法 好 这样子我们在承报出去会更具有说服力 如果你没有统计验证 你只把趋势呈现出来 用统计图表呈现出来 那我觉得你只完成了就是一半的工作吧 好 因为有时候看到的未必是真的 因为这个趋势这是可以造假的 你直条图你把那个看到的结局范围把它拉扁一点 大家都一条线了 好所以这只是一个视觉化呈现的一个手法 所以我觉得最后面这边 并以视觉化分析 GA只做到这边 可是我觉得不够 请问一下趋势它不会告诉你的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是要算一点东西 然后把那个趋势做出来 然后来去做说明 可是你让别人看到趋势我觉得还不够 可以的话再加点那个统计检定 至少你要知道什么AB test或者卡方检定 这是最基本的 大家可能学过统计可能忘记 但是我希望再拉回来 你这样讲至少可以多讲一句话 我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趋势 符合例如说卡方检定 好 所以你就会觉得讲出来的话是比较专业 或者比较具有说服力 好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 我要请你们再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 这个网站翻新我有这个网站资料 那我到底要分析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这三开 为什么开三天课程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了 那我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那个GA的实际的画面 它长这样子 例如说我现在呢 先直接搜寻 透过这个搜寻引擎 直接输入G-O-G-L-E 控一个A-L-Y-P-I-C-S 接下来第一个就是Google Analytics 它的图示就是这样 这个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点进去之后呢 它就要求我登录 登录 只要你有G-Mail 你就可以登录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当时就输入我自己的E-Mail 还有我的密码进行登录 那登录之后呢 好 您第一个看到的那个画面 大概我们几乎都只有看那个第一个画面了 您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先看我的 因为这是我实验室 好 我们看这个 好 我现在来看一下 我的这个网站 现在是我的这个网站 你看一下哦 你看不到资料的 您看不到资料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句话吗 我刚刚是不是说 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网路的 网站的资料 不管是点击率什么 可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首页 首页 你可以大致上看到 现在有22个使用者 工作阶段有43 跳出率是46.51 好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指标 你通通都要懂 通通都要懂 可是我跟你讲 这都很容易懂 举例来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现在总共有22个使用者 到过 到过我的这个网站 然后接下来 工作阶段就是指说 他可能哦 到了这个网页 又再到另外一个网页 再到第三个 第四个网页 依此类推 反正他就到很多个网页 好 所以这个工作阶段 不等于使用者 但是有没有可能 这个使用者 看了一页就跳走 有可能嘛 这个跳走的情形 叫做跳出率 请问跳出率越高越好吗 不好吗 所以到时候 我要请你们 定出一个标准出来 请问一下 如果是 如果是那个 跳出率在60到70% 而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 为什么我留不住 我的 就是 使 浏览者 可以吗 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 这个意思哦 好 所以 有了这些指标 有了这些指标 这是字式化的 这就是GA 可以了解我现在解释 GA的意思吗 你看不到资料的 好 那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呢 我就希望哦 到时候 透过 就是 这里面还有很多内容 我就不一一介绍 可是我觉得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网站 你看像我这边 我这边 我有一个 这是我 这是我 然后 接下来我就创造了一个 孙再阳电脑教室 等一下我要创造 孙再阳电脑教室 2018-0118 这一个电脑教学网站 这样可以了解哦 然后我们到时候 就是要来分析这个网站 比如说 多少人进来 进来到我自己的这个网页 然后去做了什么事情 举例来说 像在这个地方 首页 首页的下面 可以去看到说 哦 这 那个 我的网页 不是有很多个网页吗 然后这些网页 谁去看 谁 就是去看什么 最多 但是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结合电子商务 可是因为我的网站 都没有以盈利为目的 也没有请别人去留言 所以那个目标那部分 我可能不太能够讲很多 但是 我可能 就是要让你们去了解 就是这个网页 这个GA 它就是 在介绍这些 例如说 你看哦 一刚开始 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 这个网站有多少人来观看 然后接下来 它跟前一周的比较 就是这一周 跟前一周的比较 好 你信不信用会算出来 这一周跟上一周的比较 好 那假设你今天要提出来 请问能不能做 这个月跟上个月的比较 这一季跟上一季的比较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或者是我办活动 跟没办活动的比较 好 那这些 他可能就跟你讲说 对不起 我们没有提供这种自视化 客制化的服务 那你是不是要会自己算 好 那在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 我有很多很多的网页 然后这些网页的话 最多被人观看的网页 是不是这一个 可以了解吗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总要有一个解释 例如说这么多的课程 当然没错啦 可是我当然想要先了解 这个老师的背景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再 如果我不看讲师 不看首页 那我们只看课程 像电脑常识 大数据分析 或者是那个 什么Talpoint的简报 制作文书 你有没有发现 相对在课程里面 还是就是电脑常识 比较多人会喜欢去看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做的这个网页 服务的 那个 这些使用者 喜欢看哪些的内容 然后你是不是可以 加强那一块 好 这就是一个行为分析 然后再接下来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看到 那个活跃使用者 到时候我再告诉你 什么叫活跃使用者 好 就是他经常来 他不是来一次 他已经来好多次了 这就叫活跃的使用者 那如果只来一次 这样就 还有再来 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这张图的意思 就是灰色 灰色就是没有 那浅蓝色就代表一点点 越来越多 是不是深蓝色 所以你是不是看到 大概是这一段 一天24小时 大概以这个8点 到12点 这边是比较多人来观看的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这些我想全部都是网站分析 好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我期待第二天 你打开来 也可以看到有这些东西 第三天 这些东西会更多 例如说性别 例如说 你看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桌机 跟行动装置 桌机是不是还是比较多 可是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现在人都有手机 如果你做的那个内容 他可能偏重是在用手机来观看 你是不是应该 应该就要考虑到 把一些字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我的内容是以电脑教学为主 你看几乎都是以本机 就是桌机上面来观看为主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了 这就是GA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网站 可以吗 你要了解如何买GA码 放进去 没有 你不了解中间那一段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这些画面 可以哦 所以我不希望你用自己公家机关 那个网站 至少你现在先自己手工 花一个小时做完网站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 教你创造一个网站 而且要用一个小时内就创作完毕 好 那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GA大概介绍到这边 我先登出 等一下要请你们做的 不是登入GA 而是登入 登入到Google 登入Google 所以我先把这些画面 我整个都先关掉 好 这些我就先关掉了 关掉 关掉 首先第一件事情 这个Power BI我也先关掉好了 我先拿个绳子 检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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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